Aleu可聽一下 得到新人的銀獎 其實這個對我來說是受寵若驚的感覺 還有恩人感到很驚喜 因為我覺得銀掌是一個很大的榮譽 而且自己是沒有想過 所以很開心 真的很感謝香港電台頒獎給我 多謝各位對我的支持 近方就是剛剛考完DSG 最近是剛剛錄完自己的新歌 然後也是拍完MV 同時我最近也在準備三小花的演唱會 之後也要有的 最近也在做一些大學的offer和面試 近方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首先在聲音方面一定要保持好聲音 因為人數減少之後 唱的位置和發揮的位置都會增加 所以我不會讓自己說話太大聲 我也會每天繼續做運動保持身形 因為我是那些很容易胖的 吃著東西就超級胖 所以我希望可以維持 而且可以用最好的聲音狀態和大家表演 這首新歌叫做麻煩彈開 大家聽到這個名字可能會覺得好像很帥 但其實它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就是麻煩彈開 第二個意思就是麻煩是一個字 就是麻煩希望可以走開的意思 然後這首歌是以戰靶為主題 就是說明我好像一個戰靶一樣 可能大家都會不停攻擊或寫一些戰在我身上 然後自己要有夠強的毅力和堅毅去彈開 和反彈開 讓自己做最好的自己 沒錯 哇 還蠻脆的 因為那一天拍了 由凌晨4點開始起床 拍到晚上9點大家都很辛苦 那一天是34度 在室外這麼熱的天氣下 太陽直曬著 我穿著一件超級大的羽絨袍 然後躺在草地上 直曬著十幾分鐘 我覺得整個人快要溶下的感覺 然後整個感覺都很累 但同樣覺得很有趣 還有挺有回憶 那是一個學校的ensemble 所以這首歌是他們大家一起選擇 然後再找一個人去唱 所以我當時收到消息 來表演正式 只差兩個星期 我當時很久沒有唱過Opera 所以當時很擔心 但最後都幸好 經過很勤力的練習之後 都可以以一個比較好的效果去呈現出來 當然還有很大進步的空間 但我自己覺得 我一直以來都很想把古典樂和流行樂 會有一個融合的 因為我覺得會挺有趣 我自己都不停地去想 那個唱法 或者一些音樂上的東西 可能可以嘗試一下 將它們 cross over 我覺得真的會挺好 和挺新鮮 其實現在是未定 是不是真的一定去美國 因為其實現在還在走其他學校 然後都在等著 有些結果是未出 以及等DSE的成績出 但是如果要去美國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向流行音樂 會再進發多一步 以及會嘗試多一些創作方面的東西 因為過到那邊的話 除了學Performance之外 也會學一些音樂製作 或者創作方面的東西 所以都會挺多元化 我覺得是的 因為現金科技真的越來越發達 然後我個人覺得方便了 就是二維碼支付 因為我自己是不喜歡拿很多銀 在身或現金的一個人 無論如何都會帶一點 但又不喜歡帶太多 然後我那些二維碼支付 真的很方便 隨時可以這樣 就可以買到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對我的生活方面 方便了很多 同時都有檢查GPT 可能想查一些資料的時候 其實這個也很方便 其實是有的 功課上是會有少許用 但不會值得去抄 可能是一個參考 因為查GPT的東西 都是很全面 但當然有些東西 都是要自己去判斷真偽 所以我覺得都是有利有利 沒聽完都一定會選A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張敬軒 前輩老師 軒功 很喜歡他 還有我會說多一個就是叉燒飯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很可以代表香港的食物 還有雞蛋仔是甜的 然後我覺得外國的 有人不可能會比較喜歡吃甜的 所以我覺得都很適合 我兩個都想要 因為我覺得只要是演劇 我什麼角色都會想去嘗試 然後我覺得性格反盤 又可以有些新的嘗試 然後機智過癮 都可以機智過癮 好像懶惹型 所以我覺得兩個都想嘗試 最新一期PCM已經出了 Coverface有我Windy 尖天文 大家快點去買吧